跑男之后,热巴陆寒刻意选择不与对方同框,原因可能有3。 众所周知,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,迪丽热巴无疑是进步最快的女星之一,尤其是真人秀节目跑男之后,热巴的个人演艺事业便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而之后经过秦时、丽人明月新等几部热播大剧后,迪丽热巴的人气便进一步提升,如今她早已加入流量女星的行列,而她的下一个目标必将是超越第一人系女星赵丽颖。 2017年迪丽热巴突然爆红,让很多人都被感意外,因为在去年之前,尽管迪丽热巴在于了圈内已经民生大造, 但是她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,顶多算是刚刚积深一线女星的行列,但是自从电视剧《三生三世》以及《真人秀》节目跑男热播之后,热巴便激素爆红起来,短短数周之内她便晋升为娱乐圈内的顶级流量女星。 而爆红之后,热巴与陆寒,热恋,的绯闻曾在网络上盛传了很长一段时间, 但之后随着陆寒主动公开与关小彤的恋情,陆地夫妇,的传闻也自然不攻自破, 而尽管很多人至今都认为陆寒在跑男中利用了迪丽热巴,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跑男之后,陆寒与迪丽热巴的人气都急速上涨, 从这一点来讲,他们都无所谓谁利用了谁,而是实现了一个共赢的结局。 但是自从跑男完结之后,热巴便刻意选择不与陆寒同框, 在笔者,男小昌,看来,热巴与陆寒如此默契地回避对方原因可能有三。 其一,在跑男刚刚完结之时,陆寒与迪丽热巴的部分粉丝曾互相攻击对方, 而此时他们选择再度同框,无疑会引发媒体的进一步炒作, 最终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尴尬局面。 其二,跑男之后,陆地夫妇,热恋的传言曾集聚市场, 很多人甚至深信不疑,此时如果陆寒与迪丽热巴再度同框, 他们的恋情将会被进一步坐实。 其三,跑男完结后,热巴与陆寒的人气均已达到了巅峰的程度, 他们完全没必要用同框来制造话题,进一步增加彼此的人气。 或者是其他更多的原因,热巴与陆寒自从跑男之后便在为同框亮相, 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,他们的行动无疑也是默契的。 继续保持这份沉默,等到一切传言都停息之后, 两人在顺其自然地选择一同亮相, 这才是彼此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最好结局。